不只硬體的設備缺乏 現在就連每年要舉辦的樹梅節的經費 今年也聽說要取消了 讓不少的業者很傷腦筋 經費的問題很大 譬如說像英年 都有在班的樹梅節 和貴竹筍節 聽說今年要停班 說沒有經費 說沒有經費可以拚 因為如果說 炒到一半 現在就要成形了 已經開始在成形了 再把它停下來 就已經回到後來 你要繼續發展觀光 我們就不可能 發展休閒農業才剛起步 怎麼就遇到要停辦活動的消息 在地農場業者自酬辦法 積極規劃活動 吸引觀光人潮 馬東里長楊秀雄 也指出發展休閒農業 所碰到的困難 最主要還是硬體設施不足 就有的影響也有了 比較不可以 吸引外地的人來 因為走那麼多 走那麼多危險 所以外地來的塞車 就比較不關係 市議員張耿輝 同時也接下 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李市長的職務 呼籲市長木僚要積極一點 既然要發展七堵休閒農業 就要想辦法規劃活動 募集經費 我覺得底下的木僚參謀 要積極一點 其實來講 經費的編列實在過於少 像其他外縣制來講 一邊的話就是上千上億的 那我們區區的幾十萬來講 好像是 幫活動應付了事 然後交代交代 尤其我們中央老師把我們 基隆市的管制條例 管制實施的 這些種種我們都要突破 你要針對市長的一些政策 來擬定重大的方案 來加一項一項來加強 馬東社區發展協會 結合各家農場資源 展現出七堵的好山好水 料理特色 不只是愛地方 同時也謀深入 地方希望市府中央能積極點 這樣才能真正發展七堵的休閒農業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